轰动武林 惊动万叫 史上最权能的得分后卫剑膜 来啦 三分投射 接听跳投 赞尼吐射爆扣 英雄传打 外线防守 这些他都能做得到 你还在等什么 快点一起来创建这个超级建模 攻守将军神射手吧 欢迎到5mmo.com 并且输入优惠码 NOx 这个箱要5part优惠哦 Hello 你好 我是诺斯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建模的话 其实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全能的一个球员啦 呃就像我前面刚刚前道影片所讲的一样 那这个建模的话我个人在公寓里面 目前已经玩到这个89等 呃这个是我之前录的一些影片 那到目前为止我觉得 呃其实说实在话这个建模 他其实就是全面 但是没有那么稳定的一个球员 所以他的这个面相的话你必须注意一下 而他三分的话你可以让他吃加成吃到大概85左右 我原本这个建成他建的时候大概是80底的三分 然后他可以最后加到85的这个投篮 而其实整体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够了 但是因为这一代大家应该都知道 在投篮方面的能力的话 你除非徽章升上去 要不然你很难有机会可以直接就是一定可以绿条 我经过这么多场试验之后 我觉得我绿条的几率还是相较起来还是偏低的 所以我这边还是有点苦恼这一点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公园延迟跟Pro AM的延迟 我这边都目前都已经有一些初步的掌握了 呃毕竟现在也才开服大概四天多左右吧 四天到五天左右 所以现在整体来说他这个整个感觉我大概还在摸啊 我是希望我可以在几个礼拜之后 我可以把这个整个无论是公园或Pro AM的那个延迟 给这个确定他们的时间大概是多少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啊 我明明是已经按到 我看他的条已经按到快满了 可是他就是不会进 而且我是基本上我觉得 我已经打得很尽力了你知道吗 他就是有时候他就是不会进 所以我也是很讶异啊 然后我其实在这个MC模式里面 其实我个人觉得我命中率至少也有五成啊 可是有时候我在打公园的时候 基本上大概只有七头二重啊 什么九头二重这种 比较差的一个成绩啊 但是我事实上也不会觉得这是建模的问题啊 我个人认为是我操作上一些问题 或者是怎么样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建模本身他是好用的 然后并且他在这个外线的徽章里面 你可以给他点一些像 例如说压制王 例如说像是盗球者 那这些徽章都让你在工业里面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成效 而这些都是我个人认为这个角色是我喜欢的一个原因的部分 因为他的整个打起来感觉就有点像是Clay Thompson 他可以做一些一些的运球传导 然后三分球啊不然扣篮啊这些 他都能做得到 这个就是这个建模本身他的好处 但他需要的稳定度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够 而这个建模只要我之后能够了解这个延迟之后的话 大概什么时候出手是最好的 那我之后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建模 就会是非常非常万用的一个建模 好那我们这边就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建模整体来说一下怎么建吧 好我们首先先来到这个地方 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技能分辨的部分 我们这边的话首先先来到这个绿色跟红色一起的这个地方 没错这边可以给各位看一下整体的这个能力 包含了83分 88的罚球 以及这个外线防守84 超劫85 以及防守篮板来到85 那这样的一个数据的话基本上他可以在外线头3分 他在防守部分的话也可以守到23号位 甚至你要紧绷一点 守到一些小型的4号位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球员本身他如果有压制王 他在外线可以对那一些例如说像是延展45号位那一种球员 他都还是有一定可以防守的一个能力 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建模的话我个人认为会是未来一个非常好用 且是偏辅助性的一个球呃 就像柴米油盐酱醋茶 平常他就有融入你的生活一部分 你不会去感受到他 但是当你真正想起来的时候你才会发觉他有多重要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建模 他就是在一个拥有控球球员旁边非常非常重要的幕后工程 当控球球员打不出来的时候 或者是当控球球员制造出一个空档的时候 这个球员他都可以在外线做个底角三分球 并且还在防守的时候可以帮助队友跑快攻 他就是这么棒的一个建模 那这个球员的话基本上我个人觉得你速度把他拉到最高就可以了 其实你不太需要去用到什么力量 力量这个东西的话是给禁区的人在用的 然后如果你要想你觉得你这个速度这么快没有用 而你希望力量多一点那我这边推荐你是这样 对我这边推荐你是这样 因为毕竟你这个球员打的是一个二号位 你没有必要去把力量升到很高 所以我与其是希望你让弹调力来到76 你可以在卡位的时候有机会抢到篮板 这是我对这个建成的理解 而且我事实上打出来的感觉也是这样子 好那来到潜力部分的话我们首先 现在这个终结部分的话我们首先切入扣篮一定顶 然后切入上篮也可以到顶 那其余的话先等一下我们再说 那接下的话是我们三分球 三分球到顶 中距离到顶 阀球到顶 背篮后想跳投我们等一下再说 那控球部分的话我们把控球升到75 升到75这个原因的话是因为 如果你有时候要跑快攻的时候 我建议你多多少少还是要有一点点控球能力 要不然你很容易会被直接抄到歪掉 当对方也是一个攻守型的一个球员的时候 其实你的球员就非常非常的难过 你甚至三分球都还没有抬起来他就直接把你抄掉了 这很有可能的 所以基本建议还是你把这个 控球升到75 那这边防守篮板部分的话我们这边先把外线先升 反向移动升 超级升 主攻也可以升 进攻篮板不用升没关系 防守篮板升 对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建模 进攻篮板之所以我们不需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并没有办法去打到禁区 我们最多能做的就是禁区的扣篮 这是我们所能做的 那来投篮部分的话我们这边再试着 把这个徽章再升 再升 没错我们这边最多最多可以来到18个 这个我们的绿色的徽章 那其余的话我们就可以全部升在这个蓝色部分 那这边的话我个人认为背蓝的勾设 是完全没有任何必要的 那我们这边的话应该是可以升在这个 投篮 以及这边 那我们这边最后要做的就是偷点 那偷点的话我们最多可以把这个点数偷到 好我们这边最多可以从这个组光方面偷到这么多点 好那在潜力部分的话我们就是这样设定 那其实基本上我个人觉得 这样的一个建模的话首先先给各位看一下 为什么我要把终结这边升到这样子 呃这个的话是因为我们最后的点数可以让他升到终结 9个徽章 那这9个徽章的话我个人认为他算是一个 还可以扣的一个球员 所以我觉得这边如果他可以有这个徽章的话其实还不错 那这边在3分9部分的话我们就是尽量全部都升到顶 然后背蓝的后蓝跳的这边我们把它拔掉一点点的这个属性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刚好可以卡S8 那控球部分的话其实你真的要讲的话控球可以完全不用 这边可以完全舍弃控球然后把它加到内线啊 包含加到其他的地方 但是我也有发觉如果我们升到顶的话 我们也没有办法拿到这个19个防守徽章 所以我觉得干脆就这样子我们就把这个属性加控球加给75的这个控球 因为其实你这个球员有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方就是 如果当你的这个球队里面没有控球后卫的时候 你很容易会被拉去打控球后卫 而所以我这边建议你还是多多少少有点控球 传球精准度这些不要升没有关系 但是你至少控球有一点你比较不容易会被直接操掉 呃因为这个球呃很容易就是他控球控到一半会直接被操掉 因为他本身就他就不是属于一个控球很厉害的球员 所以这边我建议你还是要把这个控球升上去 不升也没有关系 你完全把这个属性直接加给我们这个防守篮板 其实也是可以 呃这是我对这个建模的一个看法 好来这边身高部分的话我这边供地是调到198公分啊 因为198公分的话我们这边的话是减免了一点的这个上面球团属性 然后扣的是这个横向移动速度 但是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身材的话是这个 六尺五的一个身材 六尺五的身材的话其实在打工业里面算是够用 而且他可以去守一些那种小型的二三号位 或者是甚至四号位真的他一直都走得住 这是我对这个球员的一个看法 而体重部分的话我这边是供地认是到90 呃如果你再降一点的话刚好会让这个内线防守再减一点 但是我是希望这个球员本身他这个加速度是稍微再快一点点 所以这边来到90公斤的体重我是觉得可以的 那臂展部分的话我这边是选短一点点 中间偏短两个 这个是我对这个球员的一个看法 因为这样子我们刚好可以让这个三分球卡到80 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索方球员 我这边实在是不建议你把臂展直接调到最短 你调到最短虽然加了三个这个投篮点数 但是我个人觉得并没有必要 你这边毕竟还是有一点这个防守能力 所以我这边加205是刚刚好的 好那这个建模画总共会有四个宅子能力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锁防 第二个是定点射手 第三个是这个空档制造者也就是什么的熨头 然后我们还有砍分者这四个 其实这四个会战的话是刚好可以因应不同的状况 当你的球队里面 呃你可能认为防守偏弱一点的话 你这边锁防宅子能力直接开起来没有问题 这样的一个球员实在是 我觉得在球场上面是必要的 那如果是第二个选择的话 当你球场上面你个人认为 呃没有足够明显的得分点 呃包含你的控球可能是一个存组之 他的三分球可能普通 那你这边就做一个定点射手 呃当有任何球员给你一个10美分的时候 你这边直接定点射手射起来 他这个能力会有特殊的加成 那这边空档制造者的话 我个人觉得因为他本身的这个运球 可能没有到好到一定程度 所以我这边是比较少在点这个 空档制造者的 这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建模不太适合做这个 空档制造者 但是你要做空档制造者也是可以啦 那包含这种运头啊 这种后侧部那些 他都可以做到 呃这个也是他这个建模的一个优势 而第四个的话 基本上他是真的可以做这种小型的扣篮 就像我前面刚刚影片里面也有出现 当我对对方进行一个防守 而且是成功的时候 我禁区中锋直接抓到篮板之后 我可以直接往前掌快攻 这个也是我这个建模的一个优势 所以他这四个展示能力刚好都可以证明了 他这个球员有多么的全面全能 左方也有三分也有 韵头也有砍分也有 这四种能力他都有 就是这么样OP的一个建模 那这边徽章的话 我每个地方我只讲五个就好 因为这边大家都还在前级 所以我这边觉得如果你讲到太多 其实偏后面的话我觉得还没有必要 抛头大师 银牌或金牌 好当你们觉得这三个金会章 你们觉得不要的话 那你们也可以把这全部换成银会章 然后去点快攻终结者 因为他其实这个建模的话 说个实在的话 他的速度是真的很快 当你对对方进行一个锁防 并且你确定你的中锋 可以抢到篮板的情况下 你这边可以直接进去 进行一些快攻 然后你这边展示能力调 就会急速的增加 那这边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那这边三半部分的话 我个人觉得 先讲优先要升的 我这边先讲六个好了 我觉得我们讲太后面 可能你们也不太确定他要什么点 反正总而言之 快枪手 银牌 我觉得银牌就好了 你要升到金牌我觉得也可以 但是每个人的打法不一样 我这边是觉得银牌就够用了 好这边无球穿梭是我第二个点的 我这边打无球穿梭是第二个点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打公园里面的时候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会章的时候 你可以快速的跑出空位 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那其实如果真的要点 第四个要点的话 我会先点这个底角三分球 因为其实说实在话 我大部分时间都会待在底角 我觉得 当你打野团的时候 你真的是没有必要在那边 处心几率想要跑什么空档是真的没有必要 因为他们真的看不懂你在跑什么 这个是我有实际测试过的 我真的觉得他们好像不知道我在干嘛 他们可能不知道我为什么在那边绕来绕去 为什么不安安静静站在底角就好了 我觉得他们真的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这边觉得你底角三分你就点起来 反正有任何人把球传给你 你就投就对了 这是我对这个球员的想法 好我们前面讲这三个东西之后 我们就来讲一个比较通用的一些 三分球射手一定要有的东西 首先这个技能突然手 一定必点嘛 你升到紫牌都不会有人说你怎么样 但是我这边觉得你先升到金牌就好 神射手跟稳定型射手这两个真的是 你选哪个都可以 两个可以一起升 或者是选一个优先升 反正两个都先升到银牌 你后来你要升到金牌什么那再讲 但是我这边觉得你先升到银牌 那这边还有两个我觉得比较需要点的东西 第一个是远程射手 远程射手你升也可以一直升 反正很多东西都是你可以直接升到顶 但是我这边想 反正你打公园多的话你就没有必要升到那么多 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我个人认为要点的东西就是 靈活出手 因为我说个实在话 你们有时候看我打公园打得很烂 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还不太适应那个 公园里面的延迟的感觉 说个实在话是真的 因为我之前打miteam模式打9了 就是突然的感觉跟在我打公园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截然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你们看我有时候那个空挡不进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这边推荐 0.0我出手的原因是因为 你这样可以有效的让你自己延迟的感觉 比较减缓 这个是真的有用的 这个是真的有用的 减少跳投放开按键实际的错误惩罚 最近我打公园的 大概我至少也打了20-30场了吧 这个20-30场里面我个人觉得 0.0出手是需要点的一个东西 但是你要不要这么快点 但是我是觉得没有必要 如果你要以优先程度来说的话 我会是先说快枪手 无球跑动 低脑三分球 激瘤投篮 然后再次0.0出手 那这三个其实真的就是 你到最后面再点都没有问题的 这三个 我说这三个啦 就是神射手 稳定型射手 还有远程射手 这三个你到后面再点都没有问题 但是灵活出手的话 可能是会 优先于 这三个徽章之前 那最后最后 你还有一个可以选择点 也可以选择完全不用去理他的 就是这个 持久型射手 持久型射手的话 其实基本上是 因应无球跑位这个点 因为你这个球员本身 他会一直跑来跑去 或者是你干脆直接站在底角 你不要动 这些都可以 但是持久型射手是 适用于 你不是打野团 你可以跟你的队友沟通 这个时候你在用这样的一个徽章 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 因为 其实说实在话 你一直无球跑动 你真的会想要蛮多体力的 这是我这个 徽章的一个想法 又或者是 激友团案手我这边伸到银牌就好 因为说实在的话 这些东西在银牌就够用了 我们这些这些徽章 底角三边球 快将手 持久型射手 激友团案手 无球跑动 神射手 稳定型射手 远程射手 还有灵活出手 这些东西说实在的 你都弄到银牌就好 但是你总共有9个这么好的一个徽章 这个是我认为这个建模 我认为这个建模就是 你打Pro AM 你打公园 这样的一个建模 这样的一个徽章 9个银牌 其实非常非常棒 因为说实在话 你可以涵盖范围太多了 这个就是我对这个建模的一个想法 那在组织方面的话 我这边有两个徽章 你可以选择 你要哪一个 首先第一个 闪电第一部这个东西 这一代最OP的东西 我个人觉得 他这个球员真的 本身他不吃这些什么三重威胁 包含那些什么花式 什么花式熨头这些东西 他们基本上不吃这些东西 所以我这边觉得 你点闪电第一部 纯粹是因为这个东西OP 这边看你要不要点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这边 真的要我选 我绝对只选这个 我这边真的 绝对只选这个 因为你这个球员 我刚刚前面有讲过 你打快攻是贼快 真的是舒服 你这个球员 本身他就是拿来打快攻用的 当你已经锁好对方 锁住的时候 赶快加速点起来 直接冲到底角 三分球出手 绝对 至少80%会进好不好 除非你按不好 我就这边直接讲 除非你按不好 你这边点加速对你来说是最好的结果 你打快攻 你打三分 真的都非常非常好用 好那这边这个 防守型 籃板部分的话 我这边跟各位推荐一下 首先一开始点的东西的话 第一个点的绝对是鸭字王 你这个球员本身的一个灵魂 就是鸭字王 这边没有任何好说的 你可以先点一个铜牌 然后你后面如果还要再点的话 你可以再继续点 但是我觉得这边的话 我们第二个一定要必点的东西 叫做盗球者 鸭字王跟盗球者是 这一代在外线的防守里面 最需要的两个东西啊 因为这一代操球 确实是没有这么的难了 因为其实说个实在话 我在公园里面 偶尔都可以操到三到四颗球 而且是随随便便都可以操得到 你也不用特别去做什么太多的动作 这一代对于犯规的话 我个人认为已经没有像依久 这么的容易犯规了 就是你轻轻摸一下就直接犯规 比较没有这么的可怕了 如果这边觉得鸭字王跟盗球者 这两个你们可以选择 直接先点到银牌 或者是鸭字王跟盗球者 两个都先点到这个铜牌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后面的 后面的话我基本上的话 其实有几个我可以推荐给大家 这三个顺序就看你们自己的想法 首先第一个这个挡切闪避者 挡切闪避者的话 是因应对方如果有那一种 蓝板封锁型封锁者的话 其实基本上对方的这个挡材 是非常非常硬的 所以这边推荐各位 可以点这个挡切闪避者 这个东西是 在这个META里面算是 非常非常必要的一个徽章 这边可以跟我讲一下 好接下来也是我们 这个META里面 非常非常OP的一个徽章 就是我们这个冻贺达人 这个冻贺达人的话 说个实在话 这个徽章我觉得OP的地方 就在于 他可以让外线也可以被冻贺到 他也可以让内线被冻贺到 所以这样的一个徽章的话 其实基本上就是让对方很容易失守 其实当你站在禁区里面的时候 他其实很容易就会被干扰到 然后直接不小心就失守 这是真的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动画达人的这个徽章 一发动的时候 外线三分球的球员 其实基本上就 这个徽章我个人认为 也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当你在禁区里面 你只要站在禁区 其实基本上对方就很容易 会被因为干扰 而直接失守那一球 尽管是非常非常 轻松简单可以上进的上篮 都很可能会直接失守 而这个是我个人认为 这个徽章最OP的一个点 那在就算在外线啊 你手三分球 其实基本上你只要手一睁开 他们也会触发到这个动画达人啊 那那个时候你就会直接 让对方很容易就失守了 这个是我都试过 我觉得非常好用的一个徽章啊 好了这边陷阱猎人的话 通常我都只会点到铜牌 因为这个会让我个人觉得 他其实跟鸭字王的概念 有那么一点点像 鸭字王通常就是 直接把你卡在外面 他就不会动 他就是完完全全 没办法再运球了 那其实陷阱猎人就是 就是加深这个能力就是 你原本就是可能会被干扰到而已 那你还是可以运球 但是这陷阱猎人是直接 你再顶过去的话 你就直接卡住 他就不会再动了 这基本上我个人也是 非常非常OP的徽章啊 当对方进行一些快攻的时候 你这个徽章非常非常有用 无球牵制的话 你这边也可以点 跟各位讲一下为什么 无球牵制的话 基本上他算是一个 对抗那种 也是类似3D球员时候用的一个徽章 他这个徽章的全面就在于 他可以让一些无球跑动的一些球员 我们假设 我们就假设一个概念 例如说像Steven Curry这样的球员 他就可以能从头到尾 在外线一直跑一直绕 一直跑一直绕 然后最后他可能没提议 他准备要投的时候 你这个人刚好可以贴他旁边 首先你已经有挡切闪避者了 然后你再加上无球牵制 他对方的话 其实会更加的 难以去做这些三分球投射的一个能力 这是我这个徽章 我个人对他的一个理解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那最后还有两个徽章 你们这边可以选择性 看你们要不要点 一个是持久型防守者 一个是珠心者 确实今年我个人认为 在体能消耗方面的话是多了一些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 当我们点出这个持久型防守者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个体能消耗上面 会少了不少 所以我个人觉得你这边也可以点 那珠心者这一块的话 我说的实在话 珠心者这一块 我个人觉得你可以点的原因是因为 防守端达到一个精彩好球 有两种情况 我这边讲一个外线球 你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情况就是 你进行一个抄劫 并且成功 你这边就可以触发珠心者 我们假设对方 你对位的是一个2到3号位的一个 例如说像是 全方位3分球射手 或者是全方位得分者 这类的球员的时候 你只要一个抄劫 对方直接少掉一半的这个 宰致能力 你要不要点 一定点 我跟各位讲就是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当你进行一个火锅的时候 火锅这个东西在你这个建模里面 其实还是蛮容易发生的 因为你这个球员本身 他弹掉能力还是有的 并且你这个球员本身 他那个主攻能力 我也有把他点起来 大概到70到80左右 其实他这个能力还是有的 所以你这边还是蛮容易 会出现这个有火锅一个时候 但是你也是觉得 不用去太意爱这个 你可以把他点到一个铜牌 甚至银牌就好 你不用去把他当做一个 你一定每一场都要触发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觉得你这个 我觉得你这个徽章就把他想象成 就是你偶尔会发动就好 但是你一旦发动 他就会对对方造成 非常沉沉的一个伤害 这个是这个徽章的一个定义 那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鸭之王 你真的点到纸牌都没有问题 我先跟各位讲 他点到纸牌都没有问题 但是当然我们讲公园嘛 就金牌就好 那其余的话 你都可以把他直接点到银牌 这个就是这个徽章最需要做到的事情 好以上就是这个建模 我个人认为 他后续要怎么去推 然后并且在公园里面 他会怎么样运行 并且在公园里面 会怎么样的运行 我觉得这个建模 他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三分球有 可以扣篮 可以控球 并且他的锁防能力 是非常非常OP的 这就是我对这个建模的一个理解 并且我这几天打这些公园之后的话 我测试过这个建模 是真的好用 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我时常跟到一个非常好的队友 就是他们是一个控球加中蹦的时候 这个时候打起来是最舒服的 因为你可以不用控球 然后你可以在外线一直无球跑动 跑到一定程度 当你有外线控档 你就可以直接一个三分球出手 这是我认为这个建模 最需要做到的事情 并且他也只需要做到这些事情 他就是一个非常称职的一个球员 好那我们今天影片的话 就先到这个店铺 如果各位喜欢今天这支影片的话 别忘了按下下方订阅 然后并且再想到支持观众们 最新的影片状态 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